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要调出一些东西来讲 也不知道怎么调 所以我就想以这样一个立场来开始 我写这本书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经营来完成 这样的态度 所以在有些地方我可能讲话一点 有些地方可能就比较详细一点 首先我想在我的书上跟各位提醒 我们这个美学绝对不能有政治的意识形态 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一介入美学就不存在 它就变成工具了 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所以我想这个工具在发挥 我们大家应该会有默契 第二我要谈到的就是 这个文本的细读是所有美学的基础 这个是我非常坚实的 其实文本细读 我们再回顾一下文学史 就是文学的理论史 都很清楚 在美国三十年代 美国社会有一个先批评这样一个学派 那么他们又讲究这个精读细评 那么我们也很感谢有这样一个精读细评的 很多的阴影下解脱出来 它变成文学可以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那么时尚下进来 我们看到他在比如说学生的自我的阅读也好 喜欢文学人的阅读也好 他突然看到一个另外一个天地 文字从那边解放出来以后 发现我们不要再去研究说 这个是哪一天跟哪一个小山街街铁 游山玩洗水 还有人以前讲说 这个写诗要什么呀 要文文臭袜子 什么呀 这个臭袜子 文臭袜子 或者跟小山游山玩洗水 变成这个文学研究的很重要的年 其实蛮悲哀的 从那边解脱了 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天地里面走进来 但是到了我想到八年代 八年代的时候 台湾我们有所谓的后现代 有所谓的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面临一个很保重的一个现象 很多人把所谓结构的定义成说 它的诠释是没有意义的 换句话文本是没有意义的 后现代因为它不基本上 就被简化成一个表象的一个文字游戏 那既然是文字游戏 或是所谓的这样子 没有意义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进去 所谓戏品这个所谓文文的 这是蛮大的悲哀 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跟各位谈一下 面对结构或是所谓后现代 更需要一点精度戏品 结构是在结构里面的缝隙里面 看到它的天地 那里面看到戏品的时候 怎么看到那个缝隙呢 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把后现代简化成文字游戏 是非常起高下的 其实我们在看后现代一开始 一个graph 我在书里面有引用它 最开始讲一句话 这句话非常有趣 我英文就不念了 他讲后现代是一种起誓式的绝望 跟世界上的情和 我这文字翻译起来有点凹口 起誓就是好像让我们得到起誓了 但是起誓之后你感觉有绝望 有点悲哀 第二个呢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感到的好 翻新骨 骨发麻疤 骨采缤 到处这个世界 都是世界上的一种 点点滴滴 费缤缤的 所以一开始 所谓的后现代就是悲喜良者的产生 也就是一体的两个层面 所以我们看到后现代其实它有两个 有一种双重的视野 甚至是多重的视野 那么我们看到它基本在这种缤纷的过程中 你可能很难掌握出这个意义在哪里 但是很难掌握这个意义 或是这个意义不明确 并不表示它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看到结构你们 它跟结构 视频是四肯定的 表面上在它的结构过程中 它又跟它有一种共红 所以是一种 它跟质疑的过程中有一种共红 一面在模仿的时候 又有一种恶意 对不起 有那句話想講 可能在上課 沒有人抱歉 我想這本書對我來說 後現代的那一部分 是第二部 一共三部 第二部實際上是我覺得有一點小小的貢獻的地方 各位想要有興趣讓我回去看一下 過去我們對後現代有很大的誤解 有人覺得看這個以後 有很大的鼓舞講了非常好的話 我聽得很歡喜 我們個人也覺得找歷談多個地方 請各位有這個時間有興趣看一下 我現在就舉一個歷史來講一下 比如說我以前寫過一首詩叫《四點五中的約會》 這樣一首詩 那其中的我在等了 跟對方那個你見面 在市集中的時候 然後這個四行在《导述》的第二行裡面出現這一行 這一行 看到什麼 看到你的正方乍現的幾根白髮 那這個語言 我想很多人到某一個年齡 他的白髮就遮遮掩掩掩了 可是你的春光乍現 這個看法有一個非常大的謀論 春光代表一種年輕 你的年輕的歲月還在 可是看到的那個是白髮 這兩個是什麼 一則也喜 一則也憂 那樣子變成的 這個詩詞的後現代表人 當然我不是在說我的詩 後現代表人 我有一些詩是這樣的 我就是提出這樣的例子 很多東西是這樣的雙重的詩詩 那麼這種雙重的詩詩 可以讓你本人詩需要一種細讀 文本非常精細的細讀才能感受到的 那這邊一講過我就想到 剛才這位叫做他那個詩詞 他在他的《台灣現代史》裡面 提到楊曉斌的後現代的論述 寫得非常非常精彩 那你們就匆匆掌握到他一面的本身的魔法 一面的這個耶穎的這種成分 非常明顯 讓各位有機會讓我們參考一下 那麼我們到二十世紀的八、九、九、十年代 那個時候是所謂後現代 好像黃風在吹到整個詩潭的過程中 我們蠻悲的整個後現代變成一個什麼文字遊戲的 等同一個文字遊戲的這樣的想法 當下真的蠻可憐和悲哀的 這是我第一個文本系統很會分享的 那麼第三點我想 美學一定要有理論 我想這難免的 各位教育這本書 不算他後面所參考的書到底多少 我想應該有幾百個吧 我自己的一些書 但各位注意到 我基本經常引用的是 這個責任、哲學家或是這種理論家 他講個人的話 這個話本身給我帶來一種影響 產生對我的刺激和跟他對話 並不是我把所謂的理論一個方架套在我的詮釋裡面 譬如說海德格他講的一句話 雅霸的人沒有沉默的權力 那我跟他對話以後就是我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 就是沉默不是雅霸是無言 而是語言趨以飽滿的狀態 那個意識批評的那個Joseph Lane 他講了一句話 他講一句話他說 他說我們對這種過去的那種時間的緬懷 他說我們所欠缺的不是未成 而是已不在 這些都是在我這個思學探討中 經常還跟他回應 但各位這是我跟他對話產生的回應 而不是靠用 所以各位想說 你們從這本書也得到一點印象 這句話本身你也覺得好像可以擴大你本人的思維 用深入跟狂誇的時候也可以跟我對話 但是我們這個時候對話就不是所謂套用理論 這一點 另外我在處理這個詩的前世的時候 我會注意到這個文學的文字 它有一個時間性的因素 什麼叫時間性的因素 各位我想我們講的 你們把我幾個歷史來講 假如我們看一部畫的話 你一看表情拿出來 他帶著微笑 你一看就是微笑的表情 但是假如我們越聽文字的話 他帶著的時候 他主持帶著動詞 後面這個什麼 是個授持或是個鼓椅 都是一個時間的接續 前面跟後面 後面跟前面 都一個零點幾秒的落差 這個落差是個美學很重要的一個焦點 也換句話說 當你看到你戴著的時候 你心中有一個問號 戴著什麼 微笑出來 看會話 麻煩看今天說什麼 並沒有這個懸疑感 所以這基本上 它就有一個美學的成分 我覺得我們在過去做詮釋的時候 經常把這種時間性的因素 把它平面化 把看成攤開的一幅畫一樣 所以它的詮釋 前前後後跑來跑去 對我來說 它是有一個時間性的因素 這個因素造成一個 行動對它的一個好奇 是有點焦點 甚至有點期待 我才能不同的回想 我在美書上也跟各位意告說 講一個意象的發現和發明 這個是我想 我們把這幾個簡單的詞 這樣說明一下 所謂發明是什麼回事 是事實上什麼 現實也許你別看見 沒有看見的東西 它事實上是純粹一種想像 而且有時候是超現實的 譬如說落伏棺材 你不給人看見的 但是它又寫了像這樣的一項 我們一看到它是發現 發現是什麼 實情看得見 基本上是落實在人間的 它有個詩說 老人們協邪購 青春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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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看得見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地方它基本上 所發揮的這個想像力 不是它的創造力來講 不在於說無中生有 其實我們來講 我們基本上的創作來講 基本上是發現加發明 以我個人的創作來說 我基本上 這落實在真實的人間 應該百之七十 有百之二十到三十的想像 譬如前幾天 蔡先生在這裡 我們前幾天參加了 九州莫哈城出的四個節 我當時就拿了一首詩 那首詩裡面有一項 我就來寫 蓮林站在交通號之下 等待地站閃爍黃燈 蓮林站在交通號之下 等待地站閃爍黃燈 不是你蓮林不可以在哪邊 是我站在哪邊 不是一個人在哪邊 那這邊實際上是有一點轉化 是有想像 可是下面的清潔都是現實人間的 我想我們的創作的人 走這個路線可能比較多 也比較可閒 純軟地發現有時候是神來之彼 非常驚嘆 我等一下會請坐落伏的另外一個練習 非常非常精彩 但是談的時候也是可求不可求 我跟曾偉盧教授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 其實它關聯出那本《如史書》 我認為是它行動最好的一本詩集 我認真很大膽地說 我認為是華語詩集最好的一本詩集 但是像這樣子 我正要記得歷史來講 那種純然的發現 那麼濃厚的詩集 畢竟還不是很多 基本上還是有七分帶有發現的感覺 但是三分帶有發明的感覺 今天我要跟各位談一下 因為在臉書裡面有提告 看不出了意義的意義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措施出來 我們主要是看這個英文 我們就說meaning這個詞 這個meaning 你竟然在翻譯上給人很大的麻煩 有時候在meaning 當然有想到說 人生的意義那個意義 有時候想到說 這個詞什麼意義 文意 含意 所以有時候在某一個狀況之下 你需要把這個文意語意 跟這個意義七格之後 你才發現 原來意義有不同的意義 那麼 所以我給來一個詞叫signalicance 這個是真正的意義 所以當你看到一個 我講一句話 當你看到一個詞 或是一首詞 看不到裡面真正的文意的時候 你會覺得沒有意義嗎 不見得 所以這個很有趣 我們以前就是因為很多批評家 把這兩個畫成這樣 當他看不到語意跟文意的時候 他認為我這首詞沒有意義 這句話說 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 我想到Stanley Fish 這本書裡面也有談到 在過去我們經常會問說 What does the sentence mean? 這個句子是什麼意思? 他說 也許我們要不該問說 What does the sentence do? 這個句子對你做了什麼? 前面是文意展現 或者是當這個句子對你做了什麼時候 你心中可能是空嗎? 可能帶一種歡喜心 帶一種期待 這個句子對你做的東西 做的東西就有意義了 所以意義本人不是那個文意而已 這是我盡量跟各位同享的合理 然後再下來我要談談一個空隙 空隙我常在念書 我經常講很多很多 那麼我們都很清楚 空隙實際上是讓你的詩有別語散文化 然後很重要一個關鍵答案清楚 一首詩要按出來 都沒有用意義的一種空隙的說法 也就基本上是善文化 可是呢 有些人就是把它整個180度大轉彎 那麼我們來製造空隙的師父會不會更好呢? 其實不一定 為什麼 那種造作的那可能是什麼? 他可能會在語言裡面做些扭曲 然後造成一種隱異的本身的空隙 讓人來想法是什麼意思? 所以可能一首詩裡面 一行裡面兩三個轉彎 每一行兩三個轉彎 看到最後是好累好累 看不下去了 為什麼? 這個寫詩已經被人做詩了 但是我想到就是我這本書的第11章 《四有四無的記者》 我剛剛提到諾福的那一首詩 你看這個詩 秋良又是要緊緊握住口袋裡的一把圍魂的鑰匙 這裡面文字非常品順 完全不比你做進行為一意的填補 一看就清清楚楚 所以它的空隙就完全不一樣 是什麼?你看完以後 想像的延續 回歸了延續的那個空隙 而不是一意的填滿那個空隙 我覺得這是我覺得最高層的一個詩作的寫作 當然我想人生有時候會碰到幾個這樣的句子 包括諾福本身 我最後把它在第11章裡面 把這個《四有四無的記者》把它碰為典範 但畢竟這樣的句子裡面還是很多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假如多位人寫著這樣的句子來講的話 詩意濃密文字自然 可能讓我們這個詩本身有更大的華為的空間 所以讓我們所謂的寫詩政治寫詩 保持這種詩 所以我把等於什麼 就是我寫這篇書的幾個禁的態度 跟各位分享一下 請各位指教